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隔八十年 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依然刺痛人心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每隔十二秒 一滴水就从高空落下 掉进黑色的水面 这是在告诉世人 在那场长达六周的浩劫中 每隔十二秒就一个生命倒在侵略者屠刀下 历史是一面镜子 八十年过去 尽管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但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 南京大屠杀惨案 铁正如山 不容篡改 不管是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 还是美化侵略战争 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不得人心注定要失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也是最好的清醒记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从庚子之变到南京大屠杀 中国近代史上有太多的弯心之痛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共一大会纸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 在三幅图片前久久凝视 其中包括揭露列强瓜分中国野心的十局图 历史告诉我们 落后就要挨打 发展才能此强 今天 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 人们的生活正一天天好起来 越是这样 越不能忘记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 越不能失去对历史的疼痛感 诚如一位新四军老战士所说 不能好了伤疤 忘了疼 有人问 南京大屠杀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在八十年前是残酷的 最近 一副1937年和2017年 两个女童对望的黑白漫画刷屏网络 穿越苦难 感悟历史 我们更加坚信 中国梦是强国梦 为这个伟大梦想不懈奋斗 中国才有光明未来 每一个中国人才会幸福平安 山 stressful 狼 diz 那走 一四年 中国人少认 一 12年 两中国人 霞 但恐龙 bang 光满 白 Möglichkeit 感悟 我们 两 investment